好那么艺文活动呢 还有花莲线文化局5月办理的 2020花莲拍花莲为电影的创作奖真剑比赛 那么也祭出百万元的总奖金 那么是以爱为主题 总共收到了将近有50部的各类型的作品 2020花莲拍花莲为电影创作奖真剑比赛 今年5月开跑以爱为主题 共收到48部各类型的作品 有纪录片剧情片等 创作者以花莲为主轴 并用不同方式阐述自己对爱的想象 题材包含青年返商 族群家庭问题性别议题运动等 我看到导演跟被拍摄者之间那么平等的关系 真真实实的把那个生活拍出来很细腻 有一个特别要跟在座的年轻创作者分享 有一个东西是年轻创作者很重要 就是很踏实 脚踏实地去拍东西 然后那个脚踏实地会很动人的 虽然你的财气可能没那么高 你的镜头也没有那么华丽 没有那么多东西 可是就是那个踏踏实实的 拍摄贴近生活贴近你的角色 就让你的影片散发出了最长的 神秘体会最大的感动 不管纪录片或纪录片都一样 我们透过摄影或是透过计时的角度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更深刻 而且我们要更加努力的议题或是目标 学生组金奖世界末日之前 有九位来自洞华大学与传系的学生组队拍摄 以不同时空描述家庭与性别议题 这是我们第一次就是拍一位电影 然后很感谢给我们这么大的肯定 然后我想要谢谢我的团队 还有就是没有人到场的演员们 就是没有他们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做出这么完美的作品 真的很谢谢大家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加去关注性情啊性别 这些比较沉重的社会议题 由知名导演林正胜等人组成评审委员 最终评选出11部作品入围 社会组金奖重缺 银奖请多包含 铜奖有我在这 学生组金奖世界末日之前 银奖后山乐园 铜奖动力的指贺 不分组的最佳视觉传达奖 最佳音效设计奖为落日后山 最佳剧情奖世界末日之前 和评审特别奖花花 接着讲方言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